好的,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全明星第一视角 这一期的第一视角是来自于Bissu的第一视角 我们看到最右边一栏 上面是Bissu 然后Select就是它选择的单位 Nexus就是基地 Prob就是农民 下面是它现在的热键的切换 Action 然后接下来是Real APM 我看到真实APM 然后是Macro 红操作 Micro 微操作 然后下面是整个右边最下 是Bissu的编队 这一场比赛是来自于MSL决赛 马本座对阵Bissu 这是好像是唯一流出来的MSL决赛的录像 好,在最下面的我们可以看到Bissu 它的人口,它的人口,它的资源 负利拉也就是IPC这个的人口资源 以及双方的APM都是很高的 这些就是基本的数据 那么说到这场比赛的渊源呢 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在2005年IPC这个横空出世之后 破掉了当时纳达的SK 打法 然后四大天王的神族当时是Nara宙斯Kingdom Rich 被IPC这个打的是屁股尿流 当时是进入到了神族最黑暗的时期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革命神族 在2007年3月3号是横空出世 它在半决赛淘汰了Nara之后呢 是禁止到了决赛 决赛面对强大的IPC这个 对阵神族的胜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几 赛前认为Bissu的胜率不可能超过百分之十 但是决赛中 Bissu用一个漂亮的3比0 是完美的击败了当时的 重组本作 IPC这个 从而是创造了革命性的打法 Bissu Bissu的PVZ 到了2010年 依然是Bissu建立了整个完备的现代化 PVZ双矿体系 现在的PVZ10盘里面9盘又是双矿开局 然后海盗 这就是Bissu的一个战术体系的一个发端 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 就是MSU决赛的第二场 只有这场比赛是流出了 第一场比赛的是龙基努斯 我们知道 龙基努斯上Bissu使用了 同样也是Bissu流 插兵 少量的插兵性压制 然后溜引刀 多线的溜引刀 而IPC这个是四框开局 结果是被多线的引刀砍得不成样子 想要出飞龙的时候 被Bissu白球带插兵 一波就直接带走了 而 此前就是已经是1比0领先了 这是第二场比赛 在反Loss Temple上进行 而我们现在来专心的看这场比赛 Bissu的第一视角 他的APM现在是保持在接近400 Bissu是2005年才出道的 到2007年这一场MSU的决赛是他的成名之战 他是1989年胜人 当时他才18岁 飞机场开局之后 很快的就放下了自己的第二个气况 好 这个时候我们暂停一下 因为我们要看一下APM这个的整个的打法 APM这个是一个三框三GD的一个开局 可以看到在2007年的时候 APM这个已经是打法非常的先进了 三框三GD 然后潘科 这个基本的雏形已经是形成了 我们继续 并且呢 是将 APM这个的视角是关掉 好 Bissu漂亮的一个插兵 直接进行杀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放下飞机场 那个年代的科技 我们看到相对还是比较舒缓的 在4分35秒的时候才放下自己的飞机场 刚才是在 竹矿一直在补农名 然后炸到BY BY放在了竹矿 就说明他多补了一个pilot 并没有 因为只造一个地宝其实钱是很够的 如果要稍微停一下农民 就不需要补第二根pilot就可以放下BY 这样科技会比较的快 这是现代化的PVC 而那个时候 Bissu的雏形 讲究呢 还是比较注重经济 科技相对来说比较舒缓 就是说其实我们正常的来看Bissu第一视角 用这种常规的速度看还是觉得太快了 就是说如果大家在优酷看或者下载来看之后呢 可以在QQ影音或者爆风影音里面把速度调慢 然后可以看得清更清楚 因为我们一般人的APSM是Bissu的一半 180对吧 大部分的普通的玩家呢 可能就100左右 是Bissu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 那你可以把速度降到三倍或者四倍降下去 然后就可以看清楚了 好 Bissu第一个海盗船已经杀了出来 之前我说过我要做一个全明星泽宾李霜的专辑 这个承诺我一定是要完成 所以说现在是过年 我就在过年把这个泽宾李霜这个专辑做完 Bissu在第二场比赛中呢 是使用了跟第一局龙俊鲁斯不同的开局 第一局龙俊鲁斯上他是使用的VSVC开 而这一局呢是使用的VSVR 先走宇宙天空流 好 在这个节点上面我们依然是稍微暂停一下 我们看一下APSM这个现在的发展 APSM这个非常的奔放 由于他那个时候打虫族 而他神族胜率太高了 所以他无比的自信 无比自信 现在再出飞龙 再出飞龙 开了四框 这种打法是实在是太奔放了 感觉已经是2010年的打法了 现在2010年的打法是 把三框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四框放在里面 APSM这个在07年的时候就这样的尝试了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切到 APSM这个第一视角稍微看一眼 他就出了飞龙 因为APSM这个视角呢是 他200的APSM我们可以看到 他还是比较亲切的 好追杀这个海盗船 飞龙就象征性的骚扰一下 完成一些战略的战略的任务 然后在自己的三框的放下了第五个基地 形成四框五基地的一个发展 人口56 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人口的对比 59对68 因此这个第一视角呢 是还是比较的靠谱的 而且这个第一视角的切屏 跟现在的第一视角的软件是完全不同 这个切屏是非常的平和的 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真实的 就除了没有鼠标轨迹 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第一视角 而现在的那种鞋 第一视角是假第一视角 它的切屏太乱了 选手不可能那么切屏 哦 已经是放下了第六个基地 四框六基地 IPSM这个的发展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这个时候我们再切到 低速的第一视角 现在虫足已经是四框六基地 那么我们知道如果 一旦让虫足四框六基地 过渡到十分钟左右 他农民已经是完全不饱和 这九分钟的时候 其实虫足的农民已经是完全饱和 如果到十分钟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兵全部爆出来 所以说 过十分钟 你就 神族就基本上没得打 一定要在十分钟左右 发起一波 两框神族的强力的进攻 B老爷是选择宇宙天空流 要Sara 提升金甲虫的移动速度 而提升运输机的移动速度 然后开始补兵 做VC 宇宙天空流再转地面 他跟卡尔流的区别 不同的就是 他比较喜欢在 带甲虫之后呢 出一些隆起 而卡尔流是直接一攻叉 海盗甲虫 接一攻叉 但实际上这些都是B属发明的 家里补到5兵营 并没有升地面的一攻 好 然后海盗带上了自己的甲虫 一波强势的进攻 现在人口是100对86 时间 是9分26秒 这个timing是非常的好 我们说过十分钟 虫组就把兵波爆出来了 为了证明这个timing 我们停一下 看一下 这个时候 切到IP这个视角比较好 好 这次经济已经是不饱和 开始全力的暴兵了 全力的暴兵了 我们看到经济完全饱和 全力的暴兵 100人口了 再切到B属的视角 飞龙加大量的刺蛇 一旦刺蛇爆出来之后 就龙蛇演绎相当于 而B属在掩护自己开三框的时候 同时发起了进攻 时间是十分钟 而他选择的进攻点也是非常的好 直接是在三框的一个 结合步 哦 切错了 看着怎么这么别扭 这个位置实在是非常的好 金甲虫可以全力的 躲在后面输出 而IP这个是所有的部队也是上来强行的点掉了金甲虫 B属的第一波应该来说是 赚了一些 我们看一下人口 94对84 其实 就赚了一点点而已 破坏 稍微破坏了一下虫族三框的经济 但是 由于虫族已经是四框运作了 所以对虫族的影响很很小 从全局上来说 甚至说 这一波 都可能亏了 都未必说是赚的 海盗船是发现了对手的四框 然后这个时候引刀出来了 申来之笔来了 运输机已经是提完了速度 海盗船清出了自己的 整个的 一个 空中警备去 运输机从 岛上面切过来 整个前面是一个一马平川 没有任何的预警的 虫族这个时候是在进攻 好 海盗船在杀房子 吸引 阿普费这个的注意 同时引刀是在 独放 疯狂的 屠龙 阿普费这个现在 由于他是全 使用全热剑造兵的 所以他 另外一方面的 又被海盗吸引了 注意 正面还在进攻 神族三框 这个时候引刀砍了一下气框 他才反应过来 如果这个主矿没有被 砍光农民的话 现在阿普费这个打下 鼻属的三框 应该已经是有优势 而正是因为他主矿农民被砍光 然后呢 海盗船也是被杀了很多 所以现在人口一下子 神族 赶上来了 敏切了很多 120人口打了70 鼻属虽然三框被打 但是 他的側翼的骚扰海盗 配合 引刀 是取得了奇效 鼻属又补了两个兵营 不到7兵营 继续出甲虫 转闪电 基本上兵营都是编好的 这里我们看到 5 6 7 8 9 6个兵营 编好的队 好 这里是阿普费这个的滑铁路 两把闪电是电死了大量的LUK 主要是这个三框的位置实在是不好 如果 能够换一种选择的话 如果冲来一次的话 阿普费这个一定会把这个三框放在 四框上面 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也许 结果就完全要改写 实在是因为那个时候的 阿普费这个太强大了 他对自己也是太自信 敢把三框放在别人的脸上 好 OB到位 然后去直接长须直落 直到黄龙 对了 对了 有点 对了 龙旗 白球和金甲 协同的非常的好 而且在这样一个口子里面 阿普费这个是强行的刺蛇 两边合围 强行点掉了两个金甲 因为金甲虫的输出是实在是太恼火了 射程又是可以白打勒克 但是现在正面上面已经是抵挡不住B叔的进攻 B叔现在还有一百人口 而虫族降到了六十 也没有 也没有多余的勒克斯来防守对手的进攻 其实在这个时候呢 虫族已经是开启了自己的母矿 但是正面的兵力不足 是被EA到底了 E3到底 鸡鸡 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春节的特别节目 颠纷战场之全明星第一视角 这个节目呢我也是酝酿了很久 但是也是一直都没有时间来做 所以说在春节的时候 为了让大家过一个好年 那我也是特别专心的去做了一下 花了一些功夫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 毕老爷3.33革命 在2007年 好 33革命应该是 2007年的3月3号 他是在MSL的决赛中 3比0很少了 当时想要联夺四冠的马本座 马本座当时是正是如日中天啊 他在MSL上是已经拿到了三次冠军 然后呢并且呢是连续好像是连续四次进入到决赛 中间是跟秋甲 Z比Z 输了一次 输了一次而已 那在那个时候呢 他已经是气势到了顶点 而且刚刚是 在那个 OSL上 好像是拿到了冠军 对 在OSL上面 他是击败了那拿到冠军 然后随之 在3月3号 就进行了MSL决赛 当时愚人认为 他是铁定要夺冠了 可是没有想到 毕苏 此前并不是特别 为人所注目的革命加神组 横空出世 是在决赛中重创了Epi Zerg 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决赛中的第二场 在反Lost Temple上的一场精彩的比赛 这场比赛 毕苏 祭出了他的 又一个飞刀 毕苏流的第二种变化 第一种变化就是在农金鲁斯上那种 就是插兵押接海盗加引刀 海盗来杀掉路口的房子 然后引刀进去杀农民 而这第二种变化呢就是 海盗船加运输机带甲虫 然后转成地面 五兵银爆插兵或者爆容器 配合甲虫进攻 然后再转成 BCVT 中期的全科技 All-in的打法 这种凶狠的 接近是两框一波流的打法呢 使得Epi Zerg 这个奔放的扩张流 感觉到压力很大 他可能是对自己的GP 太过于有信心了 把三框选择了这样一个 无法设防的一个位置 而且位置还很尴尬 正好有一道墙是卡在那里 他还没有办法包夹 所以说本来其实我觉得 如果三框没有那道墙的话 这场比赛 Epi Zerg 未必会输 因为这场比赛 我们大家都可能看过很多次 都觉得Epi Zerg 其实中期是很有优势的 那如果把三框换到另外的四框 然后把四框放在五框上面 那比赛进攻的时候 就不能够盯着三框这个痛脚最近的点来打 那么Epi Zerg 很有希望能够守下 而实战中 比赛是用自己的极限进攻 一波是带走了Epi Zerg 确实这个极限神族之号之名号呢 也是就这么来的 他每次都是打得非常的具有侵略性 非常的刚死 好 那么 由于啊 流出的录像呢 是只有 那个反Loss Temple这一场 在第一场比赛 罗吉努斯和第三场比赛 Blizz 激战上面 比赛录像呢 都没有 但是 其实Epi Zerg 之后跟B速有过多次的加索 所以我也是找了一些 类似的录像 比如说在EF EF的决赛中 好像是在2008年吧 还是09年 已经不太记得了 B速跟Epi Zerg 再次在决赛中 好像是相遇了 然后他们正好又是在 龙金鲁斯上打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虽然不是那一次MSL的决赛 但是 我相信这个 由于同一张地图啊 激战鼠还是有一些 相似的地方 所以我们不妨来再看一下 好的 这是龙金鲁斯上 EF的比赛 应该是2008年的 决赛还是半决赛 不太记得 那么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知道 MSL决赛 2007年3月3号那一场决赛呢 是B速在地图的11点 RPS这个是在地图的下方6点中 RPS这个当时使用了4GD开局 然后再盘科技的打法 而正好是被B速流的速科技是克制 现在很少有人还会用4GD 用4GD的话 有也有 最近好像狐克大军军就使用了4GD开局 现在可以把4GD开局完善的比较好 那时候4GD开局呢 会有一些科技上的漏洞 所以当时B速是抓住了对手慢科技的一个特点 OVL的速度移动 是提升的比较的慢 所以直接用好像是3个海盗强杀路口房子 然后引刀进去 屠杀主矿农民 同时 引刀 好像另外的ZELOT是去偷袭对RPS这个的4矿 然后正面再带提速插兵加白球一波过来 正好是RPS转了一波飞龙 然后就直接被打死 非常的极限 像这样的第一视角呢 如果你有心的话 作为亲戚的话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 作为娱乐性看看呢也不错 我觉得 我们看到RPS这个基本上使用了一个提速狗开局 提速狗开局 这应该是O9 O9记得提速开局 10个农民 然后出了6条狗 13个人狗 B所还是选择双矿开局 B老爷的农民是很能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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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条精灰 放下自己的基地 放下自己的基地 这时候呢 这个也把自己的二矿放下来 你可以看他的资源 资源是100100用掉了 所以极乐狗速的 B老爷的编队 一是农民 二是农民 三也是农民 四是基地 五是兵营 跟刚才的编队 强行的骑手狗溜进去 非常的漂亮 B叔呢 这是他的老毛病 你都知道 到了2010年还是喜欢让人溜 好像是故意的一样 不让人溜一下 感觉不能够显示出 自己的农民对抗狗的本事 必须要让别人溜一下 他才舒服 不溜不舒服 看 一个农民都不死的 这是他的本事 这没办法 他确实是他 在神族中的毒魂本领 主要是他的操作 非常的 确实非常的华丽 那么多提速狗 进去居然 几个农民都没咬死 所以说 这就是B老爷的信心 他为什么敢于让别人的小狗溜进去 就你占不到他便宜 操作太好了 好 这个说我操作也不错 可是还是没有追 追死那个农民 放下了自己的BY 然后是快速的放下自己的二气 B老爷在被骚扰的同时 自己的发展是一点都没有耽误 这种第一视角实在是太快了 我真的建议大家 就说 看 看的时候可以降一速 我有的时候 我想录的时候都降一速 但是考虑到观赏性的话 如果录的时候降一速 会影响这个比赛的节奏 那你在看第一边的时候可以不降速 但是看第二边的时候就把声音关小一点 因为如果你降速的时候 声音会拉长 好 而且这个证明了自己的两线 也别并非是浮云 还是强行用一条狗要四的一个农民 农期出来 这个 而且这个应该是在双线跳狗的时候呢 自己也有失误 房子 能不能跑掉 好像还是能躲到阴影里面的 诶诶 农民也来了 诶诶 农民 打掉了没有 有东西 好 这个时候我们稍微暂停 暂停一下 看一下 RPS这个的第一视角 看看它是怎么发展 好 三矿三之地 然后是放下了第四个基地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建筑学的运用还没有 在07年 基本上没有什么建筑学的 建筑学是在09年 解冻流或者说欧润流开始之后才有的 但是它已经是会三矿 三矿五基地的打法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7年的3月份 它就是三矿五基地的一个打法 所以说这个打法应该来说可能就是IP这个创立的三矿五基的标准的 应该叫IP这个流是比较好 不过这个这场比赛并不是在2007年3月份打的 这个已经是2008年的IF的决赛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战术体系已经是被07年幼进步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还是从中没有建筑学的 在观看BISO对阵IP这个整个的一系列对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术是越来越先进 细节是越来越好 VCVT 然后是三个插兵 一个龙骑士直接前压 这一期的全明星第一视角呢 是将全面展现它的三组对抗 不仅是它最强大的PVC 还有它的PVP和PVT PVT对抗主要就是跟STOCK 它跟STOCK是 折柄路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 折柄的速度还没有升好 优先的是先出了白球 这是BISO流的又一种变化 白球流 属于SVC的一个变种 好 不到六兵营 现在的神族2010年的神族 必输的打法 包括STO的打法 又回复到了这个2008年的打法 就是两框极限暴兵的 然后再开三框 到2009年 08年或者说09年 那个话 0809 那个赛季呢 其实神族是比较喜欢 四个兵营就开三框 但是现在的神族基本上没有了 现在都是把兵营补给 然后再开三框 因为虫族暴兵非常凶狠 龙蛇演绎的话 你四兵营开框 直接就被 喷没了 这边 还是被迫取消掉了自己的三框 被小狗的偷袭 当然 Ibjet这个在对阵比较的比赛中 也不是每一场都输的 一般都是翻战 也有2比1失利 所以以后在做马本座专辑的时候 也会给出马本座的第一视角 对抗比较 所以喜欢马本座的粉丝 也不要失望 出了一些闪电 海盗就两个 这种大概到10年已经基本上被抛起了 两个海盗的话 是不敢随便飞来飞去的 两个海盗一般只能是躲在家里面 或者说两个海盗分成两线去侦查 在侦查的过程中可能会被自杀机撞掉 好 毕老爷的兵种组合非常的另类 是闪电插兵白球的组合 应该是要在分框放下了比亚 这种第一视角看第一电肯定是能够看到的有限 因为你看不到它造的是什么东西 它是第一视角 强攻 这里闪电白球 漂亮的闪电 然后瞬间合球 这个闪电没有被自己电死 马本座 马本座 是纯暴口水 结果被电成马了 哎呦 直接三矿就掉了 果然是在分框放了个VR 准备出OB的 而自己三矿已经好了 这两矿很简单 两矿不到6兵 然后插兵白球的组合 这样就轻松的把马本的三矿给A下来 由于马本座正好是被骑玩客的一个 倒口水的一个组合 现在三矿的神族 对抗三矿的虫族 而且虫族的三矿才刚刚开始运作 在高地上面 人口上面已经是111对50 50多 领先了接近一半的人口 所以说这场比赛 最后是 B速很轻松的就把马本座A死了 四矿又是被骚了 这马本座是直接 就打出了击击 转了一些飞龙 但是已经无济于事了 人口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两倍的人口 很快马本座就退出了比赛 这 飞龙想要点闪电 结果被摸残了 这下就撤击斯米达了 好 刚才是看了一场毕书 在08年的一场PVC 对阵 是在IEF上 对阵马本座 在龙吉努斯这张地图上 他又是使用了一个 B速流流的新的变化 就是 开始的时候呢 不提升贼罗特的速度 三叉兵 一龙齐前压 然后自己家里是 合白球 只出两个海盗 为什么要合白球呢 合白球就是为了防备对手 有可能的飞龙 因为虫族 真的还就是一个龙蛇的护转 在08年的时候 IPS这个已经是 应该那个时候 由于它是C节的重组 所以说 必然是会使用三矿5G的打法 然后这个插兵白球加闪电 慢出OB的打法 直接是进攻 IPS这个三矿 IPS这个当时只有此时 是遭到了重创 就被一波 又是被极限的一波 给直接带走了 好 那我们知道在 2007年3月份的MSCL的决赛中呢 最后一场比赛的地图呢 是Bleaze激战 那我也是 这场比赛的录像呢 也是没有的 但是我还是 找到了一场 跟其非常相似的 录像 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这个比赛呢 这个比赛呢 应该是 一个欧金班的一个邀请赛 当时B使图是2比1 立刻了IPS的折克 第一张地图是 Hitchhiker 穿靴子的旅行者 在那张地图上 马本座非常漂亮的 击败了B老爷 那在以后介绍 介绍马本座的 第一视角的时候 会放了一场比赛 而这场呢 应该是 第二场 是在基站上面 Beliz 然后第三场 是在反Lost Temple上面 B老爷是使用 路口双并 直接是Rush 死了马本座 那场比赛呢 今天可能就不放了 因为毕叔的比赛 录像非常多 所以说以后 还是会继续做 再做完 这一次的折柄里霜 专辑 以后还是可以继续做的 因为你 他几十个上百个录像 也不可能一期就做完 Beliz上面神足 毕老爷是在左边 拍了探路 马本座是在右边 这个农民是被追得很惨啊 B老爷的操作 确实不是盖的 好 我们把马本座的视角是关掉 我老忘了 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楚 看到对手是直接双开 那么B老爷是直接 把耳框放下 连BF都不做了 这个地图我们知道 中间呢是有一些水晶隔开的 两点之间距离的还是蛮远 所以虫族双开也是可以接受 你用O9D的话 神族还是可以先造BF 再造基地 然后造地堡 守得住 好 在那个地图上面的建筑学 确实是比较难摆 比例子 有很多神族都因为建筑学 而是被虫族直接一波打死 遛狗啊什么的 强行想要把那个农民喷死 但是毕老爷使用了一个穿矿 穿高地的水晶 躲过了几个农民的围杀 IPS这个很擅长用三四个农民围杀对手的农民 大本已经好了 25对16 开局上面 大家都双开 大家都裸 肯定是神族赚的 好 这一次他们没有很快的可以建造自己的二级 先出个插兵 农民的增长也是很详尽看到了重组是三框开局 用PROB吸引对手狗的注意 插兵是偷袭对手三框农民 很好的杀了一下存组三框的经济 家里采料器 看到马本中的也是比较快的材料二期 当然 它是三框打法素材二期 这个材器确实很尴尬 由于要考虑到 这建筑学还是没造好 应该来说 地宝应该靠放的稍微 它这个可能是为了农民可以穿气矿卡一下 所以说地宝故意这么造 再卡了一下自己二框的采气 然后再疯狂补了一个兵营 路口补充了两个地宝 三个地宝 海盗在生产 一个地宝石站住了 口 这边应该是放下了VCVT VC好了放下VT 好海盗船已经拉出来 海盗船来到了冲突家里 看到了海盗船 到了刺舌塔 飞龙塔 然后主矿有两个基地 看一下 它现在开始在自己的疯狂造地宝 比老爷爷是一海盗 二农民 三 什么都没编 继续再生产海盗 这次又是VCV的幼龄 又是新的一个变种 四基地 五六七八 并 四并 然后出了两把引道 在分矿造的两个并营里面 出了两把引道 配合两个插并 这里是不到四并 要去掩护 直接掩护自己开三矿 刚才Prob也是穿矿 躲掉了对手的小狗 又是穿矿 不过还是被 IPS这个非常精妙的操作 是点杀了 人口是66 B数 IPS这个50 这个人口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数据 海盗有四艘 退掉了一个 开冷还是一个地宝 现在还是先私兵营暴兵 看到了刺蛇 并没有急于先放下三矿 看到这么多刺蛇 应该是 现在三矿是补充一些地宝射防 然后四兵营先爆一些兵 然后刺蛇已经过来进攻 但是这个路口实在是太狭短了 这比赛真的跟2007年MESIO决赛也很相似 同样记得那场比赛也是 IPS这个在这个地方是用刺蛇进攻 结果就是被地宝配合插兵是守下来 升级闪电 海盗继续再续 就这个使用农民想要来把这个踩掉 那么避暑继续补充地宝 海盗的一攻应该是升好了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很快的提升到它的速度 但是海盗刚才只有五个 还是没有狙死这个自杀被撞了一个 三矿已经是快好了 这边还是想要强攻但是根本就没有机会 这次的防守非常的完美 好 两亿想要来包夹 可是 来了一边 这一亿的自杀是遭到了屠杀 IP的进攻又失败了 风矿的防得很好 应该来说 应该来说那个时候的神族的打法 看到的是四病开三矿 那么是主要是因为这个地形比较适合 如果地形 至于马平穿的四病开三矿 无意找死 在2010年来说 很快 从此随便爆口水或者爆什么 离四病不打 从顶不打 因为现在 现代虫族的爆病的那里 以前真的是天差地平 以前的虫族不会爆基地 现在虫族 所以起码就是中期五个基地在爆病 很快就可以在 病例上面 领先于神族 如果神族不是两矿极限爆兵的 继续保持海盗的游异 然后现在是三矿 对这三矿 那么神族就比较的有力 人口107对76 也是领先了40 好 我们看一下马本座的地形 马本座现在正好是要空投 正好是要空投 家里大概就四个基地还是五个基地 空投 自杀机 自杀机编程四对 1234 退编 就四个基地 再来 好 好 我们看到B速的意识非常的好 将近的投下来 然后自杀机克荣上去 好 漂亮 居然是全部被狙杀 一个都没有撞到 这一波太赚了 这也有点运气成分 自杀机办傻了 那么多勒克自身 埋下来 这些地堡还是可以打掉的 这波空投 B速已经是防的非常的好了 但是 而且这个确实 这个地方的细节处理的相当的好 而且毕老爷现在未必是有勒克 有勒克的话也会被 40 有OB的话 毕老爷有OB 有OB也是会被点掉 它是一个双线的一个杀了 可惜在3 点掉了一个OB 3矿中呢他不是勒克在杀了 如果3矿就勒克在杀了的话就更好 毕老爷是强势的 纯插兵加闪电 带OB 去解围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切到 毕老爷的第一视角 在这样子这样一次系列的空投居然是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空投并没有打到实质性的矿啊或者兵营啊什么 只打了一排地堡而已 损失了自己的大量部队 现在人口还是只有八十几 而毕苏的三矿 看是全力的爆兵 在 主矿的边缘呢 是在建造了大量的地堡海盗也是在斜防 这次 刚刚志在毕得的一次空投 居然是毕老爷很轻松的防下来 同时在远端的开了自己的四矿 145人口 好 两个BF同时在生 弓跟防 好 提升龙旗射程 然后转一些龙旗 形成中期的一个强大的混合部队 现在已经是一百六十人口了 重足依然在一百以下 只有九十多人口 已经快接近两倍于重足人口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毕老爷的PVC确实强大 把马本座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 主力开始集结 到对手三矿的高地上面 然后拉开阵型强打 海盗过来吸收伤害 对保护自己的OB 没有办法撞掉对手的OB 这是以前是马本座最擅长的 用OB 用自杀机 带少量的小狗房子 撞掉对手的OB 持之对手的进攻 但是在毕宿面前 居然是在操作上 占不到四合的便宜 这里是强攻 毕老爷的四矿 但是自己的正面 是完全的暴露在了毕老爷强大的火力面前 毕老爷的主力有一百五十人口的部队 同时双线在进攻 这些新生出来的部队 也是从三矿的一个狭窄的路口插了进去 两线的进击 而马本座是有一半的部队在外面去打四矿 导致自己的主矿防守的部队本身就不足 并且在人口上也是落后很多 所以被这一波双线进攻是直接 两边三矿跟三矿都失守了 这样的话毫无悬念 也是毕老爷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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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盗加引刀稍微的是骚扰一下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骚扰 就是海盗加引刀 站住自己的三矿位置 然后就直接开三矿 开了三矿之后 海盗船侦察到对手是抱刺蛇 马上在三矿处射防 是先射防 然后再放下了自己的三矿 然后艾比赛哥想要在两翼进行 包夹用刺蛇海去打掉三矿 但是由于地堡已经成形 所以使得他正面的刺蛇是没有办法进攻 侧一绕过去的刺蛇呢 打不过那斯兵引爆出来的插兵加引刀 是被击破了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毕叔开出了自己的三矿之后呢 已经是不落后了 甚至是领先于艾比赛哥 因为是三矿打三矿 但是马本座一记不成又生一记 他是选择升级自己的空头 升级了勒克 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矿的时候 毕叔第一矿的时候 看到马本座的二期是比较早的 我相信他的三期也很早 所以他在中期能够拥有大量的刺蛇勒克 大量的自杀机 还能够升级空头跟速度 而那一波非常强力的空头勒克加刺蛇 投过去 毕老爷的意识非常的完美 大量的海盗跟地堡在严阵一带 本来的话如果马本座运气好一点 他的自杀机大概有一队的自杀机 正好是可以撞掉基本上海盗船 所有的海盗 最多就剩下了一两艘 那么overlord投下来没有什么损失 他可以继续续兵过来 或者说直接是家里面限造兵 然后就投到毕俗的三矿 这样的话两边的进攻 可以使得毕老爷是两边受敌 而且很难解决 我觉得这样一下的话他就可能优势 但是在毕俗的完美的防守下面 这些刺蛇加勒克 在海盗跟地堡面前就消耗了很多 然后在A到毕俗的主矿的时候 毕俗闪电跟插兵 已经有OB了 直接杀过来就把这些家里的杀佬解决 解决家里的杀佬马上再杀到三矿 解决自己三矿的杀佬 然后就三矿开始极限的暴兵 而重逐在这一次空投之后呢 元气大伤 是正面暴兵也暴不起来了 感觉人口跟深处差了很多 而毕俗老爷在暴到150人口之后 选择在原点开四矿同时进攻 而IP这个是选择去 用自己的一部分阻力去进攻对手的四矿 但是自己家里则是没有办法守住 毕俗老爷 150人口的混合部队的进攻 两边是同时失守 而这场比赛我觉得毕俗也是打的相当的出色 这一次呢 他是使用了另外的一个 毕俗流的另外的一个变化 是海盗加引刀 保护自己开矿 然后再补到 把兵营补齐三矿开始暴兵的一种打法 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再看了三场毕老爷的PVC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的就是毕老爷的PVP 折柄路主要就是折柄路 因为折柄路打了很多场 在IEF印象中 毕俗就多次在决赛中 或者说是在中间跟Stock相遇 那基本上在IEF上面都是 毕俗获得的比赛胜利 包括2010年的最新的IEF 同样也是毕俗2-1立刻Stock拿到了冠军 所以说 我觉得折柄路的话 要看的话 就从比较早的开始看 那比较有意思 就可以看到双方的整个的进步的轨迹 因为他们的比赛都是有前后的 所以我从最早的比赛开始看 大概就是 IEF0708这样子 那个时候开始看折柄路 然后马上进入到这场比赛 我们看一下 谁是谁 IEF2008的比赛 毕俗是蓝色的 Stock是白色的 好 双方的 人口数 资源数都可以看到 比老爷在龙基努斯上的六点钟 他们的PVP是 在六龙中打的最多的应该 相互之间也是互有胜负 在正式的比赛中 Stock跟毕俗是 就是说在KSPA的比赛中 比如说SPL MSL OSL的比赛中 两个人的战绩应该是差不多的 持平的好像是 12比12好像 然后在最近的一次交分中 Stock2比0比4 所以把双方的战绩呢 是变成了 大概14比12 还是12比10 但实际上如果 计算所有的比赛的话 毕俗的胜率也很高一些 因为毕俗在 国际大赛中 IEF 均取得了比赛的胜率 毕俗选择冰淫气矿开局 然后是低点探路没有探到对手 两人在三点钟是相遇了 毕老爷是先选择了 建造第二个pilot 好来到了对手家里 同时Stock也应该来到 地手的家里 西门呢 西门呢是双pilot 然后再招了B1 看到 好看了一下对手的B1 跟自己的B1 时间是差不多的 应该是差不多近下 1农民2农民3农民4GD5冰 你可以看看Stock的编队有什么不同 Stock Stock 什么都学毕老爷 这样的选手是最可怕的 你的好的地方我都要学 然后我又有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 那你跟他打确实感觉压力比较大 他非常的了解你 他可以很针对你来打 所以怪物在OSO上面 什么 包括这一次的MSO上面 Stock 都能够淘汰B1 他打B1 会打得很针对 因为B老爷 从原则上来说 是一个比较 稳健的选手 说蓝TD就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选手 他总是使用比较稳的打法 OSO 其实很多时候都很偷 比如说龙骑射程不升 有的时候龙骑射程不升 有的时候龙骑射程不升不升 到最后也没升 然后就输掉了 最后他来一局 如果我升了龙骑射程 那我就赢了 这让人亲和一看 33人口两个插兵 两个龙骑 那么 有人可以号称33人口的时候 有5个兵 还是23人口有5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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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GPT的一种打法 其实选手的每个动作基本上都是有意义的 这种就是要靠你多看 我们现在能讲的东西 我虽然也看过多遍了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 要仔细琢磨之后 他才会明白 他到底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特别是Club的走位 到底想干嘛 然后 你需要事后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好好看一下第一视角 那这些Rap呢 都在遥远都有的下载 只要你去基本上在遥远找一下就行 那掐猫呢是在那个遥远的论坛 在遥远主页上面也可以看到 有一个选手的资料整理贴 那里面呢也是分类分的比较好 大家可以去看 出正常的两兵营VR 运输机甲虫OB 然后带龙骑进攻 然后捕捕三兵营 这是一个一波流的打法 单框 拖银 好 甲虫出来了 OB 看 OK 扣着你呢 七个龙骑两叉 然后后面来两个龙骑 九个龙骑两个插兵 再加一个运输机一个甲虫 三兵营的蓄兵 还是回来一下 回来一下 然后接第二个甲虫 然后再准备一波 很有耐心 在自己的右翼 我们可以看到 PROB是在那里做了几个pilot 这是为了让自己预警 防止对手的空头甲虫骚扰 这样整个基地的视野 左右两叉都拉开了 左翼呢是自己的阻力 第二个甲虫出来 好 装上 然后比较里面应该是出一个OB 阻力可以进攻了 好 这一波要强行上波打 甲虫放下来 再坡下放出来 好 这有甲虫 阿斯多克的甲虫好像没有跟上 这一波打的时候 同时还可以自己开封矿 一边进攻一边扩张 只要停一轮兵 就可以开矿 运输机呢是没有速度的 在那晃一眼 晃一下是什么意思 还是要强行切进去 容器打一边甲虫投进去 好 这个 正赶啊 这一炮不知道有没有打中 没看到 开好矿了 这比老爷习惯性的一个打法 正面压力 三臂赢 或者两臂赢的容器甲虫 然后直接自己开矿 你要开矿的话 我就一波打死你 你不开矿的话 我还是比你先开 好 但是都说我开矿 但是我抓 抓盔甲电池 然后就拼操作 金甲放下来 然后金甲发炮 专心的操作 哎呀 对老爷习惯性的操作 就有点磋的呀 哎 发下来 啊 显然是打不下来了 显然是打不下来了 对说阵型很好 而且这个pilot顶在那很 很难受 你要专心的操作自己的甲虫 去点对手的容器才行 哦 不好说 现在还有五个容器的存在 哦 漂亮 秒掉了对手的一个甲虫 然后第二甲虫也秒掉 再发一炮 哦 再发一炮 阿斯多克的操作也相当的出色 但是毕老爷还是有一个甲虫 完美的存在着 这时候虽然二矿是相好 但是兵力 兵力不足了 这个甲虫过来杀农民 第二个甲虫也出来了 加连 咦 这炮打空了 这炮还可以 这炮要了 亲命了 然后这边打空了 打空了 四 现在人口 58对45 毕老爷领先 好 二矿已经好了 正面的进攻 刚说毕老爷操作不怎么样 结果 这一波居然是完美的打下来了 应该来说这个操作还是很精妙 如果有些东西我们就是看不懂 打出机械 好 这场比赛呢 双方应该来说 运营的话 没有太多可说的 我觉得就是 stock是一个防守型的一个开矿 然后也是出甲虫 无兵营的打法 而毕老爷是三兵营代甲虫的一波 最精彩的部分呢 应该是在 那个操作那个部分 就毕老爷是怎么一波把他打下来的 那个地方很精彩 大家可以再多看一下 看看毕老爷到底是怎么操作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stock的阵型非常的好 应该是打不下了 而且有盔甲电池 你结果在打着打着被他打下来的 确实有点有两把刷子的 不愧是必输 那么我们继续 在IF2008之后 双方在之后又有交手 来到了 IEF2009 好 IEF2009是 好像又是比尔 2比1是战胜stock 然后马上来看这场比赛 看一下 PVP的话 这两个人都是彼此之根之之底 这还是彼此的第一视角 比赛地图是TOWCROSS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这是IEF 哎呦 已经是最新的比赛了 IEF2010的比赛 就今年 10月份还是11月份打的比赛 非常的新 正好是可以看看 08年到10年 双方进化了多少 刚才有点遗憾 一边 说的太多 给我看一下stock的第一视角 看看stock是怎么发展 这一盘呢 就待会中间稍微停顿一下 看一下stock的 家里的情况 顺便也看一下 它的第一视角 因为今天是折骂 所以都是别锁 明天是饼 明天就是全是stock 基本上兵营探路 然后两人又是一样 跟龙金主斯上一样 想了一想 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其实大概已经是判定对手不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对判路不可能这么晚 还是去一下吧 你避免没看到 鞋老爷还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 安慰一下 还是一个双拍轮的开局 曼造by 他把by控制核心 separate 靠是编成了五六 五十兵营 这里也要编队 待会就监测by好了没有 生一个龙齿色强 两边互相追逐 插兵追逐probe 然后掉个双拍 这一刀 好 出龙集 不是吧 毕老爷自己农民已经被别人插死了 这个有点丢脸 我们赶紧看一下stock的地址 stock现在33人口 他的APM 哎呦 居然跟毕老爷也差不了多少 有点高的 这说明最近 在010年 现在已经1年了 他练习确实比较多 第一是龙齐 三是BY 四是基地 五是兵营 好 当兵营直接开后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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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ck比较喜欢开矿 看来 刚刚那场龙金鲁斯上08年 他也是选择直接开矿 结果被毕老爷一波打死 那个时候 08年 08到09赛季 毕宿的PVP 确实是一个bug 他只要开矿 你就打不下来 他只要一波 你就守不住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当兵营开矿 然后放下了VIA stock的 开局 stock 第一视角很稳 没什么可看 不够华丽 比较也在角落里面藏了一个农民 他已经是VIA好了 造了VIO 但是没有机身去开矿 也还是出甲虫的 先造一个运输机再出欧币 而且还出两个欧币 不至于吗 要退掉一个 角落里的这个club呢 是没有动 就放在那 就说如果你有运输机过来 我第一时间可以看到 因为毕竟有个墙嘛 墙边上拍了也是没有视野 好绕过来了绕过来 绕过来 OB出来 正好可以造甲虫 出OB的时候造VB 因为OB30秒 VB也30秒 时间上衔接的很 正好刚刚好 变了一把OB单独变一队 4GD5OB 6B银 7B银 这是他2010年的最新的编队方式 一插兵二龙级 三农民 三农民是探路的农民 出一个甲虫 又出一个OB OB过来看到人家开口矿了 不能忍 不能忍 还是得忍 甲虫出来 虽然stock的OB是进入到了 毕竖的家里面 看到了对手的情况 有运输机肯定是甲虫了 那看stock怎么来守 毕竖还是要打一波 虽然这是一个单并引的一波 还是要打一波 看到stock家里是三个兵营 加比价 把stock在桥口上打 哇 这个我觉得不应该 stock应该把兵放在靠后一点 龙旗射程又忘了神了 哎呦 这甲虫都是往他最后面的龙旗上打 58 62对60人口差不多 B老爷是有甲虫的 stock又是做了一个亏价 有甲电池 位操 位操 位操很重要 B老爷一边进攻一边自己的暗矿快好了 好 stock的甲虫再慢慢的爬出来 同时是B老爷家里还要去农民采矿 这有些先行甲虫 还不如好好操作 再发一炮 发出来了 现在B老爷打赢又打赢了 又是剩下了一个甲虫两个龙旗 不过这次的运输机是被点掉了 好stock现在杀出来先把这头甲虫点掉 然后呢可以补溃的电池 这运输机打掉是好啊 如果运输机还在的话 这个又是很尴尬了 好挡住之后52对49 两个人人口持平 这还是一样呢 资源的话 我看到 B叔钱还多一点 气还多一点 有300多气 补盔甲 双方在stock门口的交锋非常的激烈 并营上stock来领先一个 stock是 单兵营开矿 然后造VR 然后补到3B 其实跟刚才龙金主司上也是 应该是一样的 这种打法 PVP并没有什么重要的革命 08年到10年 还是比较 就是说 相似 因为PP 就08年的时候火了一下 六龙火了一下 后面神族一直都是视罗 一直都是 匹路招入 匹路昙花 PVP是 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没有什么重大的革新 也是可以理解 并且 PVP 也只能这么打 开始 假装 容器拼 除非有些地图很远 直接出VCVT出闪电 你要说再怎么技术革新呢 也革新不到哪里去 73人口的地老爷 包括反倒是领先了 现在81 领先8个人口 这一次呢 我基本上就是 B老爷全程第一视角 假如有人反映说 全程第一视角 看起来太头昏了 那么我们下一次再做 泽饼里双路的时候 就是裁判视角 但是第一视角 对于亲戚来说 会看得比较过瘾 一个OB是在桥口监测着 STOCK的部队过来了 然后就赶紧防守 还有一个OB呢 是在好像是二矿高地上面 没有 91人口 STOCK97 我们的运营都是差不多的 STOCK依然领先6人口 这个前面是炸了个拍轮吗 故意的 把这拍轮退掉 你白打 你的子弹钱 还比我25块钱贵 所以有的时候 在前面照个拍轮挺好的 浪费你的子弹钱 一发炮弹15块 你两发炮弹 我这个退掉的25块钱就出来了 VC已经做好了 BF也做好 BF生一攻 把OB追死 四个龙骑随时注意 对手有可能的金甲空投 OB看的确实很清楚 运输机 运输机又回去了 好像应该是去接第二个金甲 加利福兵营 好 现在兵营 5678 6 7 8 9 5还是OB 4是基地 3是运输机 1是龙骑 2是龙骑 这个是BF的编队 哎呦 隔三打牛 把这个VIO给打掉了 是欺负人啊 好 正面有甲虫 好像毕老爷想要正面压一下呢 也是失败了 运输机又回去了 这个OB的位置确实非常的好 每次都能够看到对手部队的动向 对老爷放下VT吗 还是什么东西 再分框 VT已经好了 VT已经好了 家里造了一个地堡 主化分框各造一个地堡 因为自己VT好了 对手也代表VT也好 所以要防一下引刀 溜 引刀自己的引刀 点掉对手在自己高阶上的一个OB 原来Stock也是OB停得非常好 知道对手的动向 哎呦 又点加一个OB 这转了 好 正面要交火 微操 拉阵型 甲虫的位置相当好 相当的好 然后Stock的甲虫位置也很好 必须专心的操作自己的甲虫 甲虫对轰 哇 Stock的甲虫也不错 在2010年Stock的甲虫 现在已经是 感觉是非常的 操作非常的巧妙 除了操作稍微慢一点 感觉运输机不是那么的灵活 B老爷的运输机是非常灵活的 Stock是专心操作甲虫流的 运输机没有那么飘逸 但是 能看到在操作上面 并不逊色与B锁 啊 这个甲虫也被秒了 B老爷要被A死了 悲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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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场比赛 居然是最后 Stock依靠自己非常优良的竞价虫的操作 是击败了B老爷 但是不要紧 最终还是B老爷获胜的 对吧 所以我们 我们也不能老看这B老爷赢的比赛 对不对 我们应该看一看他的输的比赛 那么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带来这个B老爷赢的 赢的 2010年IEF上面击败Stock的两场 我来找一下啊 好 然后马上进入到这场比赛 刚刚在TOWCROSS这个比赛 还是非常好看的 在2010年确实状态上来说 Stock要更好一点 但是在IEF上最终夺冠的还是BISO 比赛的地图呢 是来到了Python Python B老爷在地图的这个下方 6点钟 刚才那场比赛在TOWCROSS上面 上边是9点钟 9点的BISO 6点钟的Stock 那么两点之间的距离应该是TOWCROSS最远的两点 所以Stock选择直接单比赛看个矿 然后再做BI不到三比赛 战术应该来说选择的更为合理 TOWCROSS这两点之间确实太远了 你要想主矿 冰营里面出这龙旗要绕一个圈 从分矿出来 然后再走很长的距离才能够到达Stock的分矿 确实补给太长了 所以单矿一波就占不到便宜 Stock这个战术就 而相对来说 龙金鲁斯那两点之间的距离 要比TOWCROSS近多了 贝老爷也是先输后赢啊 支持他后赢 在第一场TOWCROSS输给Stock之后 接下来连班两局 再次拿到了IF的冠军 又拿一万美金 贝老爷已经在IF上拿了很多的美刀了 好 双拍了 四探路都这么悲剧啊 从来就没有第一点探队过 好 干脆就不去了 绝的对手应该是在9点钟 站住路口 这个路口呢是用编辑器修改过的 所以一个插边是完全可以站住的 叫站位站得好 站住路口 这个路口呢是用编辑器修改过的 nice 啊 Stock这个路口是天然的 所以一个插边站 他可能插边的位置呢也没站好 被B老爷强行的溜了进去 哎呦 还封了一个pilot 太赚了 操作 刚刚的 这一下开局就差很多 Stock还不愿意用这个插边去插这个pilot 我们看到马上人口上面 B老爷爷是 敏仙了Stock一个 在钱上面你看 多了一些钱 尴尬 就是pp这种完全对等的对抗 就是靠不断的积累优势 技巧甚为大神 好单兵影比 现在都比较流行单兵影比了 到了2010年 在高地边 把这个视线开出来 也是相当于做个预警 赶紧看一下Stock的情况 哎呦呦 Stock来得理不劳人多点了两票 嗯 没有 人口B老爷领先三个呢 那Stock的第一视角呢 确实就是在关键决战的时候 在明天再开 明天再开 明天我们主要就看看他 建造顺序 明天再详细的分析 明天再详细的分析 屏固修 看来没什么可看的 没什么可看的 造了什么东西 挺 但是什么 什么都没造吗 还是出 出甲虫 出甲虫的一个打法 那还是切到B出 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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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出甲虫 一样的 好 先出甲虫 再提龙其设置 好 提了运输机的移动速度 给运输机提速 又派了一个PROB出去 人口 人口由于初期的SAR 始终是领先了三个 前上面也是 差不多 很多 什么情况 运输机已经出来了 带上了甲虫 是不是带个农民 没有带农民 好 PROB去看 然后自己的部队准备出门 细节很多 运输机挂在了岛上面 自己三个农旗呢 也是去守一下自己的主角 有OB 看到了 看到了OB的移动 好 赶紧来抓 开了矿 好的 OB出来了 我的OB出来了 再造第二个甲虫 运输机有速度 马上速度就好了 速度好了 那真的是 骚扰起来 趕趕 OB切进去 啊 OB也过去看到了 对手的疯狂 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妙 好 运输机天边飞 nice nice 好 飞过来 看到了 OB看到了 四个龙旗 炎镇一旦 啊 那要想办法 把这些龙旗引开才是 但是 比老爷现在做的是 六个龙旗 守自己的主角 你开矿 我也开矿 两边还是对等的 人口 人口已经是相差无几 反倒是stoke领先一个人口 然后运营确实敢敢没呀 就人口反超 看到OB了 看到OB了 OB都是单独编队的 所以 毕老爷的OB是很灵活的 很灵活 好 主力开始往前推进 然后呢 提出运输机 随时准备空投 对手主框 好 给对手一点压力 stoke把龙旗全部掉出去 然后 他的OB呢 是在给自己开视野 毕老爷的细节做的相当的出色 看到了没有 啊 龙旗走了 运输机长驱直路 直接飞过去了 好 投在这个位置 发一炮 stoke的反应非常的快 直接把农民拖走了 毕老爷一炮为国 只能是跑路 啊 运输机 送大力 stoke送了一个运输机 要了亲命了 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甲虫 我们看一下人口 应该是没甲虫的 有甲虫的话 人口应该是彼此会领先很多 这个提速运输机 虽然是没有打到农民 但是 其实应该是 这个提速运输机 可以飞的更靠里一点 因为你有速度嘛 你完全不怕 逃不出来 投在这个农民堆里面 农民想拖的时候 一炮 还是可以打一堆 那刚才细节也是 没有处理好 毕老爷显得太谨慎了 太谨慎了 好 正面要打 啊 运输机 还好 还好 拉阵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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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甲虫对甲虫 好 龟操 运输机被点掉 这个时候只能是拼了 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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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还有空造到兵 你看 没打 退了 不到 甲虫 没死没死 好 我被点掉 被打了两炮 很伤啊 很伤很伤 但是亲戚不要 不要紧张 因为这场比赛 毕老爷赢了 对吧 好 反正的时候继续继续憋兵 然后家里出运输机 我们看一下人口 89对75 毕老爷在这一次的交分中莫名其妙 就领先12个人口 这港港的呀 他怎么领先的 没有搞懂啊 这是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家里不兵营 好 毕老爷的兵营 只要看一下编队就行 6789 不到4个兵营 87人口 对80 哎呦 要打了 要打了 我要退点 守回来 好 阻力很多 可是我就是没有运输机 哎哎哎 哦 他又分了4个龙旗去守 准矿 听啊 好 甲虫很好 上面4个龙旗 哎呦 6个龙旗到底在干嘛 挤来挤去的 他那点金甲 点金甲 毕老爷 为了保持自己的金甲 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 龙旗多就是好 好 打了一炮我就走 这真的是传说中的打一炮放个地方 金甲虫太狡黠了 好打完这一仗之后 毕老爷还是领先8个人口 好 Stock已经开始准备转型了 BC BCBT 毕老爷说你转型是吧 那我就一波了 两个金甲 好 好 两个金甲 两个被损一勾毕 确实从操作上来说 B15多线 要更胜一丑 刀克强在运营上面 刀克人口又赶上来了 你敢信吗 又一样了 这运营确实杆杆的呀 这 这很假 我觉得 好 毕老爷操作太好了 直接把自己龙旗一层红雪 不尽快 拼花 果然拼花 好 带上两个金甲 好 提了一下杰洛特的速度 提了一下杰洛特的速度 要拼了 啊 来了来了 正趁你转型科技的一个空荡器 其实人口也就领先一点点 不过Stock农民应该是GBS多的 所以说兵力上面Stock还是 稍微落后一点 又往后退一点 阵型不好 再反身再打 再打 我的插兵呢 强发到前线 好 两个甲虫尽情的输出 不给力 好 插兵来了 插兵是一个很好的肉盾 nice 后面全是慢插兵 速度再升 强行的点爆对手盾 运输机 好的 然后两个甲虫还是很健康 这就是毕书最近2010年最新发明 就是甲虫要躲在后面 很悄悄的打炮 这样的前面都是炮灰 对吧 最后生存下来就是我 我就无敌了 这就是毕书最新的理念 好的 这个理念非常的成功 在这场比赛中 最终它是拳击了Stock的主力 两个甲虫还是保存的非常健康 nice GG Smith 完了 黑屏了 这个直接毕书引发了地球大爆炸呀 好 机场比赛我们就看的很给力 对吧 作为亲戚来说 就感觉很爽 黑老爷的2010年的最新的操作思想 就是甲虫是坚决不能死的 其他都是炮灰 对吧 其他都可以上去送 甲虫是要打一炮就 跑路 打一炮就换个地方 尽量的保存好自己的运输机跟甲虫 在最后的战场中 剩下来的是自己的运输机跟甲虫 那么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 由于看的太给力了 所以我们决定再看一场 必须对战Stock的比赛 那就是他们 双方的 在最后的决胜局的较量 应该还是会非常的精彩 但还需要我找一找 好的 我们马上进入到这场决胜局的较量 决胜局的较量呢 是来到了Blue Storm上面 必须也是黄色的 黄色的 黄色的 非常的有特色 就是特别的色 所以是黄色的 然后呢 Stock肯定是在下面 进来以军灵天下的这种 态势 俯视群雄 那么当然你们今天会说我是青旗 明天就说我是石粉 对吧 后天是鸡粉 再后天是教徒 因为泽宾李双就这么来了嘛 所以不能用表面的现象来判断一位选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粉丝 有可能是一个Word 对不对 有可能是一个多重粉丝 对不对 有可能是一个双重粉丝 对不对 有可能是一个双重粉丝 这个很难判断的 不要冒然的下结论 时间会证明一切 对吧 就像对于真熊蜜还是假熊蜜 我觉得其实时间也是会沉淀一切的 有些人是貌似熊黑 其实这是熊蜜 有些人是铁杆的熊蜜 但是实际上是熊黑 这个很难真实的去分辨他们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 我们最终和终将是能够真相打来 或者说大厦真相打 好 毕老爷在造了兵营之后 又出了一个农民出去探路 Bluestorm的PVP呢 就跟一般地图不一样了 一般地图都是龙骑金甲 在开阔型的笔图上 Bluestorm你看 上来就是直接双兵营打铁战术 打一下铁 Bluestorm说马上还以颜色 对吧 我也打铁 你们全家都打铁 好的 要不要过来做个pilot什么的 干扰一下 赶紧补第二个pilot 第二个pilot 好 咋子 貌似是一个打铁战术 但是实际上这个没有出差别 就实际上就两人大家两兵营之后呢 其实选择开矿了 关于这种PVP的变化呢 以前我们也是专门讨论过 就是还是出了一个差别 这别我失误了 意思叫看不清楚 他又不点兵营呢 Trobat ZeroT ZeroT Nexus Gateway Gateway 这就是B速的编队 好的 不让你放好矿 好的 还造个pilot 哎呀 一个无喜的 一样子 颇有我年轻时候的神韵 好 你不让我照我也不让你照 对不对 你不让我生活 我就不让你过去生活 大家理想往来 退掉 退掉 最终是退掉 非常好的干扰了一下对手的二矿 自己也放下了自己的二矿 实际上呢也没少多少 我们看一下人口 两个人还是一样的 Block的运营 确实杠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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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啊 果然先把BY放下 我的情况还没照 先把BY放下 两个人都开始爆炸兵 爆炸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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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出升天 漂亮 Which by punto 非常漂亮 在一个角落里面 是插死 Studoke的炭弩农民 你的农民 还是在双线 非常的好 非常好的绕 来插你叉叉 salvation 看谁更熊壮 这个不好说 又补到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nice 终于是在龙群出来之后 都可以把毕老爷的农民是打死了 好我也站好位 40人口对38人口40人口 现在毕老爷又反超了1厘米 人人是你追我我我赶 感觉像是一场赛马比赛 4个插兵 毕叔应该是放下VC了吧 因为这张对 大家都会选择用VCVT克局 那么毫无悬念 Stock肯定也是这么做的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镜像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镜像的 Stock肯定快速度采集了自己的耳气 跟毕叔一样 哎呦 在毕叔的身旷处造了一个Pilot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家里呢 也是VC 不过它科技好像好像是要慢一点的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Stock选择VR科技 有点意思 哎 两人产生了分歧 一边是选择VR科技 这场比赛让我们想起了最新的 2011年MSU决赛第二场 同样毕叔也是选择VC科技 而Stock选择VR科技 Stock出甲虫 毕叔出闪电 结果毕叔出了闪电 还要去控托别人 被Stock看到了 直接一拨 就把毕叔给弄死 红丝 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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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千年钢丝总会有断的一天 不信那天就断了 我个亲身很伤心 虽然毕叔会Stock2-0淘汰了 用几个龙骑射 啊 占便宜 我有龙骑射程的 我可以打你地表啊 开玩笑 别老爷现在有点危险 有点危险 好的 战术上面啊 看来Stock准备的还真的是很充分啊 拿一下龙骑射程 龙骑射程的龙骑射程 往后退一点 我怎么看着看着 看到Stock的第一视角了 不过现在Stock进攻 以主攻 所以说看一看Stock的第一视角也不防 我们随时切花 我们是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态度 随时切花 这样的话 大家都远看 不要 改变粉丝相按无数 好 配老爷的引刀出来 然后别再生一工 家里应该是出产店 Stock 带着自己的容器部队呢 是开始往前紧压 就是我们要注意浏览一下小地图 把引刀绕过去 家里应该做 他也不需要马上做尼亚 他是 可以慢一点做尼亚 还用过来看 你很万恶 白打 白打 往后退一点 等待自己的闪电 Stock强攻 毕老爷的龙奇 拉过来 全部编好队 好的 然后再往后收一点 Stock 毕老爷防守的也是比较辛苦 是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 好 嗯 三框 控制Stock的三框 现在开始标APM 看Stock才200多的APM2007 发雷炮 运输机有速度吗 还是有速度好像 果断看一眼 好 Stock在进攻 Stock103人口 你看Stock运营 确实港港的呀 又领先毕老爷 六七个人口 毕竖机带着 甲虫 带着自己的龙奇士 第二个 甲虫也好 Stock就是这样移平的 比较亲切的那种操作感觉 毕老爷是很鄙视这种 比较土了吧 这种操作方式 还是一屏 太土了 哥全是切屏 Stock也是 也是 五六七八 是并 但是他的龙奇 他OB是不单独编队的 他这是跟毕老爷的一个区别 好 甲虫去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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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进去了 提出引数剂 Stock的速度也快升好了 好 甲虫 放在这个位 啊 又跑回去了 正亲和一看 好 好 来分框 哎呀 没机会 差点被点爆 运输机 毕老爷的运输机也过来空头 躲起来 躲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果然要切换一下第一次角 好 再次切到毕老爷的第一次角 毕老爷要来空头斩电了 毕老爷的多线明显了 比斯多克要强一些 好 又来了 空头斩电 空头斩电 啊来了来了 哦 哇 斯多克的弩命 哇 这两个闪电 不知道杀了多少个 但是应该是颇有斩获 好 空头之后跑路 嗯 然后自己开出了三框 斯多克的部队呢 是推进到了对手三框 双方要在正面交火了 好 双方是一触即发 好 打出来 好 击出金甲 那是两甲虫的位置 处理得非常的好 哎 爬一下 爬一下 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 被垫成马了 感觉毕叔这一波没打赢啊 这个人口 人口一百一十九 斯多克领先九 七个 在被垫死 鲁斯多农民之后 斯多克的运营 还是比毕叔要好一些 这是为什么呢哈 我有点了两把 点了两把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斯多克在强攻正面 但是这到了了 毕叔的两边的防御啊 这边有地宝 好 引刀 斯多克的引刀也是 立大功了 现在打下来 哎呦 毕老爷现在亏啊 毕老爷现在已经落后了 十五六个人口 哦 又十秒精彩的闪电 现在又不用被甲虫电死了 火弹看一下 斯多克的第一视角 毕老爷第一视角太花了 看不清楚 到底是战场发生了什么状况 哎呦 这把电太给力了 电死了一个运输机两个甲虫 啊 本来是势炉破竹的一波进攻 但是毕老爷现在靠家里 六兵赢得全力的暴兵 还是可以挡下来 再测译 我们要随时注意测译 这个比赛非常的激烈 因为测译 毕叔还有一个运输机挂在斯多克的分框 啊 又是一把精彩的闪电 斯多克的闪电也好了 这也是重创了毕叔的隆起 这个插兵 六个插兵已经接上来了 好 斯多克家里的造兵也是非常的快 但是挡住了 但是挡住了呀 挡住了 挡住了 挡住了之后要切到毕叔的第一视角 太忙了 好 毕老爷第一视角 哎呦正好又看到了空头了 哎呦 这次斯多克的反应非常的快 来 把农民拉掉了 好的 毕叔又把运输机挂起来 又放在那个位置 不怕贼拖就怕贼垫起来 斯多克为什么不去处理到这个运输机呢 早就应该处理掉了 人口上面109对99 哎呦过来了 又拖了 哎呦又是一百金三散电 好嘛 这个地方被垫成马了呀 两个龙齐 毕叔还要去干扰对手开四框 所以说这毕叔多性确实好 斯多克运营确实好 这个没话说 这两人的各自的特点 这两种风格 没有谁克谁 谁更能够扬长臂短 发挥的更好 就能够获得比赛的胜利 运输机 运输机还挂在那里 斯多克始终就是 感觉是多线上面要不如必俗 分不出精力去对付这个运输机 他其实站在那个地方 补两个地堡 或者站三个龙齐 都可以很好的避免被对手在空头闪电 电农民 但是他一直没管 提出运输机切进去 好 也是空头闪电 但是毕老爷的反应非常快 农民拖的比狗一样快 太快了 总算是把私矿处的派人打掉 然后准备开私矿 正好有四百块钱 好 再来 又来了 又来了 哎呀 这个贼天天去偷 主人还 欢迎来 欢迎来偷 阿斯多克强行的空头 差一点 这三矿农民就全报销了 你偷我也偷 两边对骚了 对骚了 知道这分框都不敢踩了 这你闹的 哎呀 主人说搬走 搬走总行了吧 私矿 毕老爷在多线的时候呢 自己 私矿也开出来了 而 都可没有开出自己的私矿 现在就不能去开私矿 就是因为在分框处啊 这个多次的电路 没拉一次亏一百 没拉一次亏一百 这 那今天是这么拉 这场比赛实在太精彩了 不愧是双方 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 打的是如火如土 激情自射 火化事件 那个啥 好 拉开阵线 要打了 Stock的阵型并不是很好 好 B速是呈现一个包夹的一个态势 哇 这个闪电闪的太给力了 闪电太给力了 哇 哇哇哇哇 全中全中 好 毕老爷后 家里后面还有一个白球 后续的跟兵 我们看到Stock人口是 已经下降的很快了 B速人口比他多 好了 在一部高低打地的对唱中 Stock过于的急躁 使得自己损失掉了自己的阻力 可能是在特意的被空投呢 也是让他的心里非常的烦躁 现在私矿已经开出来了 Stock没有开出自己私矿 Stock是三矿全力的暴兵 是一波没有打下来 也宣告的这场比赛 他的GG思米达 当然 这都已经是注定了的 啊 挡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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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挡不住了 两个白球 后面的暴兵 我长将大阻啊 暴兵如尿奔 谁与我针锋 Nice 毕了 毕了 威武 这时候锦上天花 OB来了 咋那么多OB 倒可还在 抵死缠绵 但是已经是回天法术了 回天法术 GG 好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 我们也不多说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Stock的 这个毕老爷的PVT 考虑到PVT呢 我们也是要有一个比较历史的回顾 所以说我们从最早的1.14版本开始看起 纳达对阵毕书的一场比赛 比赛地图是阿卡比亚 室外套远 那我马上来看 阿卡比亚 懂得 既逃 如果 sait 也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黄色 果弹 到底是 好 T 好 T C 就是 这个 这个 电 塔 会 就是 必 说 S 就是 纳达 地图的是 阿卡迪亚 这张四人图 我们看过PGL 比赛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这张地图 这个大概是 06 年左右的 06 07 年左右的一个比赛 阿卡迪亚是 06 07 年的一个比赛地图 反正不会超过 08 年 如果太早的话就不看了 PGL 也有一些 1.10 1.12 的那种比赛 那种就太老了 以后再做比赛的时候 回顾PGL 的出道历程 会来看一些那些 比较久远的路上 但并 准备过 没什么好说的 那么 06 07 年的时候呢 纳达在 2006 年 11 月 18 号 11 月 18 号 拿到了自己的 OSL 的第三个冠军 他当时是战胜了 Any Time 然后传说中 他在 2006 年的 11 月 17 号 就跟 B45 打了一场练习赛 至于是不是这场 我已经记不得了 总观 总而言之 我们会看到那场练习赛 就是在跟 Any Time 决赛之前 纳达找到了 B4 赛 然后在 17 号 17 号呢 就跟 B4 打了 我其实现在就是 比较烦恼 有什么达人能够 拿到 2011 年最新的 比如说教主的 RIP 对吧 解冻的 RIP 对吧 Stoke B4 的 RIP 那我们这种高科技 看第一是这样 直接就把选手所有的实际就研究出来 那是港港的呀 就是问题是现在弄不到 RIP 空有这个高科技 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 选手的战略战术呢 是会有很多的变化 当然 通过这些 08 09 10 年的路线呢 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出龙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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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龙脊 站在的路口呢 是很好的干扰了对手的 侦查SV 好,那是把三根机枪是压出来 那的操作确实比较强悍 然后毕老爷是直接放下了自己的毕业 放下自己的第二个毕业 然后补到了普人口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看一下纳达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开局 更好的来看一下形式 好,那是直接靠矿 单独公开矿 也好,还在造别 SKT1,SKT1 基本上是SKT1的开局 这老爷对付SKT1 绝对是非常的有心得 因为他本来就是SKT1战队的 他对自己操作非常自信 看到龙旗的射程已经升好 四个龙旗出OB 中文字幕有电 Hawaii 大字幕作词 nossos字幕有没有 多长文字幕有'? 六个龙齐了 六个龙齐 然后开了二矿 好 那是三个坦克 加两个雷尺 但是我看到 这把雷达撒过 毕老爷的反应非常的快 我必须跑掉了 跑掉了跑掉了 双中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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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坦克 准备是往前推进 三个兵营 比达现在也就三个兵营而已 但是他操作非常自信 就是龙齐加欧币 那他又把自己的部队拉回去了 那他家里是不到四重攻 SKT1开局 然后两重攻 然后四重攻 这个打法也是现在TPP的一个图形的基本上 而且早上别早生雷达 他打的TPP一向打的都是很奔放的 所以他他往往就被人家前期大刀放死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奔放的选手 他比较喜欢跟对手去打打规模的对抗 拼运赢 他这种打法就注定了他是一个比较害怕大刀 比如说他造BA之后他就可能就不愿造防空 来一般来说BABA和B1三个中间造两个是比较靠谱 三个中间只造一个 针对性的人家来打你的话你还是很难搞 就是你虽然做了做了别有双雷打 但是人家可以空投甲虫 如果甲虫提速的话 那个骚扰是非常给力 而你不造防空的话 你看正面推进的时候 如果运输机里面像2010年这种打法 都是带甲虫的 运输机带甲虫 然后呢 利用甲虫攻击间隔是两秒多 而坦克的攻击间隔也很长 然后自己地面部队先上 然后你坦克打出一炮来 有一个很长的攻击间隔 然后运输机把甲虫放下来 放一炮 然后运输机把甲虫收起来 这个时候呢 你坦克可能第二炮还没打出来 等你第二炮打出来 运输机再把甲虫放下来 再放一炮 这样的这个甲虫虽然是 未必要放在你的坦克中间 就算在坦克的边缘 它还是很安全的 因为在扩档之内 这么长的CD 坦克是没有办法输出的 所以2010年就是 最近这些神族选手 GPT强势 就是因为 咱们现在这种甲虫打法 确实非常的给力 操作比以前更好 运输机很快的就辅导了六兵 好 一把雷达撒到是很清楚 就把这个兵造的 造的太艺术了 造成了一个困子 七个兵 已经是开启了 已经三矿式运作了 正面是开始冲击 对手坦克症 因为毕老爷有的时候就是 喜欢头脑发射 所以明显冲不下来 还是要冲 啊冲啊冲 冲 冲起来确实 让人感觉热血澎湃 冲一辈子坦克症 好 挡一辈子的狂转石 也 啊 什么情况 这太给力了吧 这一下子把中央的这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坦克症 给冲下来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毕老爷暴兵的威力 我必须要收回我刚才说说的 大家 就当我没说过吧 这样的坦克症他都敢冲 并且可以冲下来 所以说为什么毕老爷在十分钟的时候 最强的 然后到这个十五分钟之后 开始走下坡路 这也是有道理 那操作却是杠杠的 刚才那一幕也是让人 非常的热血澎湃啊 中央阵线 人组摆了这么一个好的造型 居然是被一波直接冲下来 当然 人组也有问题 人组的纵身不够 雷车缠绕也不够 让这个ZELOT是 全部接近了一团 团在一起的坦克 可以作为人比较吸取一样的教训 好 这个GD还是放下来了 应该 放下来了 放下来就是成功啊 在吃掉了对手的坦克症之后 我们看到人口 币苏是116 币苏是9 98 100 币苏还是领先20 如果那波没冲下来 那就大亏 开刀放下来 开刀放下来 如果他就觉得这个 好像节奏稍微有点慢 是吧 你要理解 这06年的PPT 不是 我们会随着时间的增长 看到越来越精彩的PPT 当然毕老爷的PPT 确实是他所有对抗中 相对来说 稍微弱的一环 我本来想找 找一些精彩的 很难找 找不太到 但这个比赛也很精彩 纳达的重工数量也是 补得杠杠的 纳达7 现在肯定也是 三框一座 开了四框还是造了个飞机场 应该是 好像是造了个飞机场 然后部队开始推进 果断切一下纳达7 纳达7 第一视角 那的那些纳达7 比比老爷还高呢 开玩笑 开始推进 也是140人口 一把雷达 两把雷达 三把雷达 四把雷达 五把雷达 刚刚呢 一下子撒了五把雷达 展现了我们天杀人组的多线操作 这个时候才想到造B1 可能是B1刚才被打掉了 然后在各个地方 满满雷 控制一下地图 下面呢 自己的四框呢 也偷出来了 看到那个时候人主的打法 攻防不是特别的注重 这次时间 现在已经是 14分钟了 才造好 纳达可能还没造好 攻防太慢了 这就是06年的时候的 人主的打法 毕竟那个时候 教主 教主流的打法 还不是特别的热火 哎 好 重工厂 那达的重工厂也很多 两个B1都不再动 好 主上把B1做好了 两工 两房应该是在14分钟才开始 稍微慢一点 但是人口也是大达的一个比 非常高的人口 一百 七十四人口 这是我们果断切到B1 好 双方 果然 果然开一个B老爷的单一是假 又冲了 又冲了冲了 好嘛 看到两队的龙骑 这是B老爷的特点 两队的龙骑 然后后面全是插兵 全是插兵 前呼 前赴后继 游往直前 刷了一下 就是往前冲了 结果 啊 冲完发现自己死光了 这时候人口降到了一百六十二 但是不要紧 B老爷的矿太多了 B老爷现在已经开了六矿了 掉了清命了 开了六矿了 导矿已经运作 现在有五片矿是满运作的 所以他有的是钱 冲银是冰 冲银太多了 好 就四个冰银是编队的 其他的冰银就切 一轮一轮冰的刷 人口马上又到了一百八 由于人组这种部队是没攻防的 所以说身体就很有的吧 其实如果人组部队有攻防的话 身体还是不能打的 即使有很多的资源 冲银的甲鞋 车的缠绕 再次在中央机的交火 两个人口又拼得持平了 一银全罢过来 好 B老爷的手还是非常的快的 费机场里面再出仲裁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06年的PPT 比较传统的这种打法 比较传统的 就什么都慢 漫科技 对吧 慢慢打 然后就是 纯粹的爆冰的打法 像这种比较传统的打法 目前来说 用的人已经较少了 用的最好的刚刚还是Store Store Store的这种打法 还是比较属于传统性的 在相识中求生存 这种打法 又是200人口了 你看气很多 不惨 要说他运营差吧 其实还挺好 所以他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范尔 其他都都挺好 大局观 可能会有一点 比如说你看 他其实人口应该是领先了 那么自己也开了满瓶矿了 但是他在特意的骚扰 在PPT的时候 就感觉就没有 为什么他在PPT的时候 就没有特意的骚扰 就不喜欢去骚扰 就应该把他PPJ的那种特性给发挥出来 刚说他没有骚扰 他就马上给我们展现一下他的仲裁传送 200人口的部队 又不去了 什么情况 因为看到人组的200人口出来了 果断要包夹一下 雷车雷车 这个 毕老爷不敢上 不敢上 稍微分散一下 分散一下 187 好再来 你出头了 我就枪打出头鸟 这边A过去闪电 闪电还没有电吗 可以啊 有电吗 有电吗 哎呦 那他已经过来送ACV了 啊 好的 好好的 直接杀了进去 然后是在自己的 7点钟的主化呢 开始补兵 继续的补充兵 在中间的惨烈的消耗战中 还是打赢了 170的人口 对140 还是领先了 纳达30人口 纳达现在矿也很多 暴兵应该也是还会很快 主要问题就是 人组的工坊不够 而且这个地图太开阔了 太开阔了 人组 行不成那种特别有质量的兵种素 坦克要多啊 坦克要多 坦克多了之后 正面就 神族很难冲得动 好的 神族的主力是直接杀进了 人组在右下弓箭中的精致命慢 还要亏球都被点爆 拿出了这边所有的ACV过来 解救 就是救下来的 经济也是当时候重刷 必须刷了一轮兵 又是200人口 又是200人口 在这场比赛中 罕见的毕老爷在后期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两个重残 又出来了 是一场矿日持久的大战 那他还是保持在右下的控制权 所以他的经济可以快速恢复 而B数呢一直是保持200人口 六片矿 五片矿 现在又开了六矿 冲头 冲头 到底是冰冻还是怎么 农民来围 都也可以围的 围的掉 哎 这个时候再去SARA 其实对于人主来说 没什么太多的影 身中矿太多了 还是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推进上面 哎呦 靠这个打 比老爷现在最主要的SARA手段应该就是传送 因为他200人口没出用啊 你非常多 哎 这拉农民操作还很细 12点的矿呢 也不管了 12点的矿 在被SARA 你可有可无 感觉的 好 两个仲裁 出去了 要船了 200人口不用 真的是太浪费了 从哪个地方切进去 是一个问题 来来来来 啊 好的好的 啊 好的 好好的 整电 一点 那么 这一次的空头 传送 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打飞了ND的一片矿 NDA现在的导框 也是开的出来 也是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应用作的 本来资源跟P说是差不多 对半开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人猪并不亏了 但是他现在被调动的很厉害 这一次传送就传掉了一片矿 人猪开始要往前推进 可是神猪200人口必赢非常的多 肯定要跟你换兵 再持续的 好 拉阵型 拉阵型完毕之后 打 把重残的也分散开了 听说这里面东西是没放下来 但是不要紧 刷兵刷一轮就200 刷一轮就200 康匡往前 现在已经是神猪全胜石器 不过即使这样 我看到200人口的人猪高攻防的部队 还是很恐怖的 正面神猪第一波就只能是换点钉 打还是打不过 一直不停的刷 靠钱多砸死对手 好的 纳达的反扑非常的给力 果然给一个纳达的使用 纳达这一波反扑 很强势 一下子就连推了B45两片疯狂 但是他在右下好像经济并不是特别好的在运作 但是他还有一千多的一千一千两千多的气 人口降到132 而毕老爷啊 降人口也降到了140 那毕老爷冰这个冰硬度啊 刷冰刷的很快应该是 看到这两几千矿都是运作的不是很好 人主应该会缺钱 人主疯狂还有一点钱 你应该把农民拉到下角去踩 三矿还有一点钱 林东 好 好继续的运作自己的下方 让自己的经济能够成型 想要过来救啊 只有雷车啊 坦克的数量 加齐加齐加齐 坦克平打 一直想要去救 但是救不下来 那波坦克是连电带打 直接被吃光了 那他在6点跟12点是控制住了 他想跟对手尽量对半开 神族实在是这个地图特点就是太有钱了 太有钱了 一般的地图就四片框 就很多了 这个图神族一踩就踩四片框 一直在踩 下面一开又是连开三片框 七片框 最少就有七片框 那七片框的神族已经不在乎你怎么弄了 不在乎怎么跟你打消耗 只要你不把我的经济命脉推掉就行 还有一个 在左下五点钟的主框呢 还有一个高地 还要绕上去 你最多就把下面两片框推掉 所以神族的恢复能力也是很强 好的两个中猜 又是要来传送了 看了刷冰 两个中猜 长行的传过来 长行的传过来 这个雷呢 这个地方并没有 好的 这个船 传了两大驼 这里只有大量的雷车 一把电 ACV被轻挂 OB也是在很好的给自己开视野 所以虽然雷多 但是白球不会踩 白球很轻松的盘楼 就一把精彩的闪电 它的人口 居然还是200人口 产生的还是形成了一个200对200的一个局面 这你敢信吗 再传 太能传了 这波又传到哪里去了 应该又传了一波兵 至少 差来了 差来了 在打掉了对手的一片关键的矿之后呢 神组人口就下降了很多 神组还是200 还是200 那他已经是降到了160 所以说有毕老爷这样好的培念 那他才能够在那一次OS9中 2006年的10月18号 是击败了3.1击败了MTAC 拿到新系历史上的第一个新主角 毕老爷那个时候确实还是很给力 这种传统人的打法 再加上他那个时候 诶 还是我怎么会伴二 而且那个时候对付仲裁传送嘛 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成熟的体系 仲裁总是能够赚到便宜 能够传过来的话 这机动性得到最大的期限 一片矿一片矿都来打你 不断的传送你的重要的空框 毕老爷又是两百点矿 再刷一轮又是两百 而纳达已经是捡出了颓势 哇 毕老爷在这个后期的时候 APM依然是飙得非常快 纳达同样也是丝毫不逊色 在阿卡迪亚这个地图上确实是 最展现选手中后期能力的一张地图 人组的资源太多了 人组的攻防应该也是升到了三宫三宝 所以说虽然他只有137人口 但这一支坦克加机器人的部队 力量还是很大的 不过毕老爷已经准备好了包夹 上了 A上去了 直接就A上去了 打一个冰冻 闪电 好 贼老特又是勇敢的往前冲 冲了一半冲到 大六七 然后又往后退一点 又是打一个探头 再往后退一点 继续刷冰 即使是在如此充足资源的情况下 人组的正面能力还是非常的强劲 神组需要靠一波又一波的续屏 用资源来耗死人组 正面的防线 哇 连续的闪电 或许是要他跟进 那他终于是 部队开始 要崩溃了 不过他最终这一战又打赢了 这一战打赢之后 人组降到了77人口 而神组还是140 但是如果设想一下 人组有充足的资源可以补兵的话 应该是人组有利的一局面 但是好在神组很有钱 兵也很多 刷兵很快 这里就有坦克了 已经没有雷车来 点灾了坦克互相的建设 继续的刷兵 继续的刷兵 再次的会合部队 126人口 而人组是越打越少 他怎么会没有钱呢 确实很费力 但是他又在 这样少的人口的情况下 还是退掉了神组的一片风矿 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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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夹 终于吃光了这个残余的人组部队 其实经过四次五次的这样的续兵 这么多兵营的续兵 才勉强的吃掉了这个人组部队 可见后期高攻防的人组部队 有多么的恐怖 人组的经济确实不是怎么好 人口已经是降到了59 人口上线居然造到230 都是基地的功劳 都是基地的功劳 漂亮的一个震荡 在已经是进行了34分钟的熬战 双方选手的APM居然保持很高 不过毕老爷也觉得有点累了 APM首次开始降到了300以下 坚持啊 所以说职业选手体能也是非常重要 在这种这么长期的熬战 每分钟每分钟几百APM的操作下面 打30分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打个一两局这样的战役的话 就人类的动不了 好的 又是一次激烈的冲锋 哎 这个导矿我冲 还有一部分的部队 那他终于是打出了机器 哦 累死了 刚刚也是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 这个确实太激烈了 打了三十三三十四分钟 都是在不停的战斗 不停的爆兵 必须依靠这张地图充足的资源 最后是无数次的两百人口不停的去刷兵 不停的去包夹 本来才消耗死了那打 打得非常的艰难 但是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那本来呢 今天只放了一场PVT啊 应该还要看一下最近的 2010年的必须最新的PVT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已经很久了 那么也给大家一点盼头 我们再 就是这一次的折兵女双做完之后 下一次的折兵女双再开始的时候 再给大家来介绍 必须最新的PVT 那么今天的节目 由于时间关系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过个好年吧 然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在下期节目 这个叫做什么 超文神皇 Stock的全明星